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8月,正式签署了晶片与科学法案,Chick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简称Chicks法案或晶片法案,实之成为正式生效的法案。 该法案将为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提供约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并提供超过2000亿美元资金,以刺激其他美国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以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在这笔527亿美元的补贴资金当中,将有390亿美元的直接补贴资金被用于补贴晶片制造业,其中370亿美元都将被用于补贴先进制程晶圆厂的兴建,以促美国进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 另外,美国政府还将提供为相关晶片制造厂商提供75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支持,旨在重振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建立独立的半导体供应生态系统。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推出了Trips for America计划的资金申请之时,就曾表示,他们的努力反映了太空竞赛,他是认真的。 在最新的讲话当中,雷蒙多继续指出,肯尼迪总统发出的载人登月的历史性号召,激发了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努力,以确保美国在创新前沿的地位。 60年后的今天,拜登总统呼吁他们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团结起来,以便他们能够再次巩固他们作为该行业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 人们的现代世界是由半导体驱动的,从挡风玻璃与刷到手机,从心脏起搏器到火箭飞船,晶片对于人们生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 现在,除此之外,人工智慧已经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推动了对尖端晶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 当美国国会在数年前讨论晶片和科学法案时,声称是人工智慧一词甚至不存在于他们的词汇中。 现在,它无处不在。 训练一个前沿人工智慧模型,需要数万领先的晶片。 雷蒙多指出,目前美国公司在推动人工智慧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导了人工智慧晶片的设计和大型语言模型的开发。 但美国不制造或封装任何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和为美国最关键的防御系统提供动力所需的尖端人工智慧晶片。 美国无法在如此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下一代技术领导地位。 因此,需要在美国进行更多的人才开发、研发和制造。 与此同时,中国等其他国家也在晶片生产上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态度。 如果美国想继续在人工智慧和其他核心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那么美国必须成功实施晶片法案,并确保美国的愿景足够大胆。 在此前晶片法案推出之时,就建立了一套评估标准。 首先,看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可靠且有弹性的半导体产业, 以提升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第二,是否能够管理好纳税人的资金。 在此背景之下,据外媒原引美国国会人士消息透露, 美国政府准备向英特尔投资35亿美元, 以便支持这家晶片制造商能够为美国军事项目生产先进的半导体。 据悉,这笔资金已经被纳入了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的一项快速推进的支出法案中, 这将使英特尔在利润丰厚的美国国防晶片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报道称,这笔资金将分三年来制服, 用于CQ Enclave安全隔离区计划。 CQ Enclave安全隔离区是一个独立于逐处理器外的安全鞋处理器, 其中包括基于硬件的密钥管理器, 可提供额外的安全性保护。 密钥数据在安全隔区片上, 系统SOC中加密, 它包括一个随机数位生成器。 安全隔离区还会维护其加密操作的完整性, 即使在设备内核遭到入侵的情况下。 不过,这笔35亿美元的补贴资金来源, 则是美国晶片和科学法案配套的面向晶片制造商的390亿美元的补贴资金值。 该法案旨在吸引晶片制造商在美国生产半导体。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已经有600多家公司表示希望获得这笔资金的支持。 去年11月就曾有报道称, 英特尔正在与美国政府谈判, 希望从该项目中获得30亿至40亿美元的补贴。 近期的一些报道显示, 英特尔有望将从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当中 获得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其中包括直接的资金补贴和贷款。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仍在评估拨款对该计划的影响。 国防部期待继续与国会合作, 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方式, 实施晶片与科学法案。 与此同时, 美国商务部还准备向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 在美国建厂的海外晶圆制造商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 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增强美国本土制造晶片的能力。 目前, 商务部已经宣布了三笔拨款, 分别拨给了 B-Systems, Microchip Technology和格罗芳德。 2023年12月11日,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 美国国防承包商B-Systems将获得一项, 旨在支持美国关键半导体制造的新计划的第一笔联邦拨款, 金额约为3500万美元。 B-Systems将利用获得的3500万美元拨款, 将其美国国内的F-15和F-35战斗机 以及卫星和其他防御系统所用晶片的产量翻两番。 这笔补贴款项旨在帮助确保更安全的供应对美国及其盟国至关重要的零部件。 2024年1月5日, 美国商务部表示, 计划向美国Microchip Technology发放1.62亿美元的政府补贴资金, 以提高该公司晶片和规控制器MCU的产量。 这些资金将能够让Microchip在美国的两家工厂 将半导体和MCU的产量增加到原来的三倍。 2024年2月20日, 格罗芳德宣布, 美国商务部已根据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 决定向格罗芳德提供15亿美元的直接补贴资金。 此外, 该公司还将在未来10年内获得纽约州超过6亿美元的支持, 以帮助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格罗芳德表示, 其在未来10年内为其美国制造基地制定了12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预计将帮助其满足对国产晶片日益增长的需求, 并创造超过1500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和约9000个建筑业就业岗位。 不过, 这些努力也受到了一些政界人士的质疑。 去年,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Maria Cantwell, 军事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Roger Wicker和Jack Reed提出了对一项担忧, 即向一家公司提供奖励, 推动其建立一个安全隔离区计划, 这个成本要高于获得这些晶片所需的成本。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